经过多年的发展 国产车终于在最开始的烂车代名词 变成了能与合资车比肩的中流砥柱 如今随便说几款国产车都能够让我们倍感自豪 比如长城哈佛H6 WEYVV7 齐瑞瑞虎8 吉利博越 领克01 再比如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北京BJ90 这款车堪称国产豪车越野车代表 98万的高价让很多人汗颜 究竟这辆车值不值得买 一起来看看吧 可能大部分车友都知道 这款车是在奔驰GAO的基础上打造而来的 所以实力肯定是不容小觑 在外观上 两车的前脸设计 沿用了北京BJ系列车型家族式元素 五孔U型进气格杉 表面采用的是大面积镀格装饰 并且连接两侧的仙气大灯 而且机舱下盖镶嵌着北京二字 使整个外观看起来十分把戏 加上镶嵌在机舱盖下盐的北京二字 整体具有视觉冲击力 且该车车身格外修长 高位腰线贯穿整个车身 而镀格装饰的上下门楣 宽大的轮毂 悬浮式的车顶 以及金属质感的行李架 都让整部车充满时尚感 同时尾部的设计比前脸更有个性 尾灯树立 中间有一根银色镀格条贯穿尾部 也是很酷学 整车尺寸分别为5171毫米 1995毫米 1860毫米 轴距更是达到了3100毫米 极其宽敞 在内饰上 中控采用皮质包裹 配以木纹饰板的装饰 多功能方向盘是三幅饰 让司机操纵起来体验感极强 使整车更上一个档次的 要数内线式的多媒体触摸屏 让这款车充满了科技感 最后再来聊聊这款车的动力 北京BJ90搭载的是奔驰3.0T和4.0T两管发动机 其中3.0T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可达333马力 4.0T发动机最大功率还能达到422马力 更值得大注意的是 该车搭载的是全时四驱系统 可不是国产硬派越野的代表 动力性能和奔驰GL比是不相上下 这款让奔驰都有些自愧不如的国产车 车友们想不想入手一台呢